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那者留言是一个续保课的学生他传给我的 他在传给我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已经孵出这支有问题的鸡了 想当初我在孵出他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无预警 并且就是在一个好开心啊要迎接新生命的状态下 看到了这支小鸡 所以我那时候打鸡是真的蛮不小的 我也不是剩人啊我会吃鸡猪鸭牛羊 我没有什么忌口的 但是我发现他孵出来然后在那里痛苦挣扎的时候 我会想要帮助他 好那我们现在废话太多了 上一集我们停在打开七颗蛋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这集就先续续下去 中间呢我会介绍一下这四只鸡 他们小时候的样子还有他们的品种 然后最后呢我会再来解释 我孵出那支有问题鸡的过程 那OK那我们的影片就开始吧 这一颗好像是有的喔 好可怕喔我是说蛮怕开这种的 没关系打开来看看吧 不过没有最怕的我还在家里 因为那个感觉还有生命迹象 膜被我弄破 但是我也没闻到味道 但是它不像刚刚那颗那么黄 而且它有点水水的 有东西的感觉 这个我是不是没开好 我是不是要切一半的感觉 那感觉有一些层心 有一些对打开来切一半 有点东西 看不太出来是什么 这颗有一点点小孵化 但是我在很前面的时候就不行了 倒不下去 就是一个黑黑的东西 这样 这个应该没办法倒出来了 竟然都没有臭味好神奇喔 这颗感觉蛮饱满的 这颗感觉东西比较多 对这颗感觉要有心理准备喔 这颗是什么 雪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 这个好像有味道 正假的 我把它先戴口罩 不过这颗 东西真的就 比较多一点 没有 感觉有一个 比较大的 黑一点的东西 把膜剪开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倒进去 直接倒了 还是要再开大一点 再开大一点 好 东西出来了 就这样 都出来了 全剥空的 刚刚那个好像没有差太多 对 但是好像都只有血块而已 暂时还没看到真的身体 所以好像在前期就已经都不行 怎么就跟刚刚好像有点像 好像也是旁边黏个什么东西 对 就是有点味道啦 不过没有很强烈 我自己觉得 跟刚刚那个也是很像 这个也是北京游戏 我就买三颗北京游戏啊 这感觉打开是蛋啊 我已经看到水了 这好像没有什么好拍的 没想到跟刚刚一样欸 真的欸 好来最后一颗 好来最后一颗 感觉全部都一样啊 在一个地方就中子了 只有第一颗不是 好我们照完蛋之后呢 就回来看一下这本孵化技术 对照说我们刚刚到底是孵到第几天 总之那个蛋很明显就是一个中子蛋 然后 我不是很肯定啦 因为我问我朋友他们也不能说出 是什么时候就停止孵化了 不过 很明显是前期就停止孵化 这是第十天的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 它可能就中子了 好 大家参考一下 以上就是开完蛋的结果 开完以后啊 我回到家里面呢 那孵蛋器依然没有动静 其实我心里对那颗已经孵超过23天的蛋 心里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了 因为一般 22天就要出来嘛 而且它还是一个蛋的状态 没有破任何一点壳 然后呢 这些小鸡 这些鸡鸟很小 入镜喔你们 为什么我要带小伙伴回来 因为呢 我发现它只有一只的时候 特别的吵 就是晚上会叫一整天 之前就有听人家说 一只鸡的时候呢 很孤单 所以它会发出叫声喔 呼喊它不办 我现在是有开暖气的状态 所以我就把这几只小鸡 带出外户外走一下 我现在一一介绍一下喔 这支是我自己敷的北京油鸡 然后另外一支是 农场带回来的北京油鸡 其实我觉得它们花色 好像没有很像耶 这支是农场的酒精黄 我觉得两个长得超级像嘛 所以就是等到它们长大以后 再一一介绍给大家 好 这三支超级像的 但是其实还蛮好嫩 就是那个花纹 我把它磨开了一点 有一支在下面跳 哈哈哈 这支是宫廷鸡 它曾经身价非常高 购买时候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它长这样子 也叫太后子 那这支是黑缝 它的眼睛很特别喔 有一支又掉下去 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回台北看我两个妈妈 就在台北的时候呢 是有突然传讯息给许伯她姐 诶 那个孵蛋器怎么一直嗶嗶叫啊 怎么把它关掉啊这样子 因为孵蛋器呢 它要湿度够高才会嗶嗶叫 然后我就赶快床心去问她说 里面应该只有蛋吧 有听到小鸡的声音吗 因为我心里想说 如果蛋壳被啄开的话 应该可以听到小鸡的啾啾叫声 结果室友竟然跟我说 里面有鸡啊 我心里面知正经啊 哇太棒了鸡出来了耶 我还骂我自己说 你看我怎么那么鸡婆 还带这些小鸡回家 我直接让他们两只孵出了一起生活 不就好了吗 就是有办啦 但是当我跟许伯兴高采烈的返回新竹 打开孵蛋器 然后看到里面的小鸡之后 我有种从云端掉下的感觉 就是 看起来好像 没有很健康这样子 对 然后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好像 站不起来 因为有孵过两只出来的经验啊 他们几乎在这个时候都会站起来 但是他好像站不起来 就是这个状态 对 嗯 现在担心 现在复旦期内科已经附了24天那只小鸡了 因为他的样子看起来不是很好 那我朋友他担心他会有脱水状况 所以呢 他就叫我去摸健康小鸡 看一下他们脚皮的样子 然后再去摸那个 复旦期里面那只小鸡的脚皮 然后如果说看起来有脱水的样子的话 就可以补充一点所分 那我现在就摸摸看他们鸡的脚 有什么不一样好了 先带一只小鸡出来好了 我先放一只起来好了 看一下我们家敷出来的是 这只 脖毛一个这样子 对 就是你 你是我敷出来的小鸡 小鸡你碰到了 你看你好健康喔 就是滑滑细细的 就是有点水分的感觉 对不对 不是吧 找什么呢 这个好短 小小带衣上的感觉 沉重的感觉 他屁股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黏着 大便跟蛋壳 到时候赶快被阻 好我去摸他的脚 不要他会不会激动 我怕他的心情不好 好没事没事 摸起来还没干 我摸一下 好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是干一点不过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没有到说真的很干 看起来也是齁 就先这样齁 嗯好像看起来 就是在敷出有问题的鸡的时候呢 我就立马 传讯息给我那个 洞科鞋 跟他说我那只小鸡好像摸一盏 他就说那是劈腿吗 劈腿比较严重的小鸡 可能很快就走了这样 好像没有敷到24天这么久的鸡 然后他就跟我说可以观察一下 有可能是因为刚出来所以太累了 但是他看他的样子有点弱弱 觉得有点不太妙这样 他反而担心这只小鸡出来 跟其他小鸡合拢的时候 会被捉被欺负这样 那我就问他说那这样是不是 外观其实还是正常的呢 只是提弱而已 他就说看起来就是有点问题 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好 我明天赶快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这种情况 可能医生也没办法给你太大的帮助 他说有可能是他看习惯 所以他的感觉也比较随便 有可能是第二胎照猪羊这种概念 原来这可能是真的蛮常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 生死有命能帮就帮 朱定要走了我们也拦不了 我就跟他说 嗯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 然后他就说 哎呀其实你也不用紧张啊 说不定他明天就站得好好的啦 然后我就回他说 嗯说不定喔 好几次都被你说中 说不定这次也说中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